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6月9日 星期二 大家好 這個是我們 夜晚的時間 出街 今早的主持人換走了 我們將 兩位重量級的主持人 康生同志和春橋同志 送回時光機 送回1966年 就是因為要偷偷地用了我的時光機 因為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中央文革司都將他們請過來的 我們在有需要的時候會再招喚他們 尤其是對付中共內奸的時候 用他們主要來清除內奸 大家記得 支持6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痛擊5毛 Facebook Share Twitter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輝贊助 那麼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一個話題 其實在說話題之前 可能會作出一個呼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昨晚收到消息 就是 這個 某某香港某某一個數字基金 跟台灣的施改會約滿 以往原來他們是資助台灣手足的生活費 每個月是 16,000台幣 如果是剛剛到埋的 香港的手足 就多了8,000台幣 即是說你第一個月去拿 就有24,000台幣 之後每個月有16,000台幣 我問他 現在怎麼辦呢 他就說 很多手足 都很徬徨 十分之徬徨 他怎麼說呢 因為以往 我們那邊有資助的 就是他 又沒有拿到施改會的錢 又剛剛去到那裏 又沒有錢租屋呢 那我們會先拿錢出來給他們租地方 解決了他們的短時間問題 另外 當然會給他們一些錢摘下袋 吃飯 那方面 到了他們拿到施改會 其實我們也是減少了我們的援助 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們拿到這些錢 其實也是香港人的錢來的 那個數字的基金 補充一點點 很多人不知道施改會是什麼 他們在想是不是就是施改會 施改會 施改會 施改革委員會 是台灣的一個NGO機構 沒錯 他們跟香港這個數字基金 因為他們說 不可以公佈名字出來 所以我也不敢說 就是6x2數字基金 這個數字基金 就好像香港的小社名號碼一樣 像香港某一個社名號碼一樣 是香港的某一個社名號碼一樣 大家都知道 這個數字基金 撥款就是給他們支援台灣手續的心股費 據說這個規模是300人 我們一計算 300人 1600台幣就是480萬台幣 除了港銀就是100多萬 原來真的是很大筆數 C改會因為沒有了這個數字基金的支持 其實他們是沒有錢再給這班小朋友 我們也十分之徬徨 因為以往我們有資助的 其實為數也是幾十個 也沒有這個能力每個人給幾千港幣 其實是沒有能力每個人給幾千港幣那裏是幾十萬的 那麼我們也是 一個可能是兩千 兩個是四千 給少少 給少少 去頂住 也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始終是長期 支援 我們也撥了一筆錢 買了一部小車給他們 當然是二手的 有部份的小朋友就是出去做一些 運輸呀 或者做一些批發的生意 希望幫助他們增加收入 現在 這個情況 我們也覺得有需要可能 籌某一部份的錢給他們 因為如果你說突然間沒有了生活費 那麼我們之前 也有聯絡那部份的人 我們也勉強可以頂到 但是也頂不到太久 就是這個 我們可能會作出一個富裕 好了 現在也希望台灣那邊 看看哪一類的基金可以幫忙 譬如說另外一個 星X 那個基金可以作出支援 據說他們 他們也有很多錢的 是的 又或者 移民了台灣的某些KOL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作出一個援助 我們真的不肯定 好了 我們講到這裡了 我們講回今天這個主題 剛剛發生了一件事 其實是一定要拿出來說 原因就是這件事 是關乎未來這個國家 的生死存亡 有那麼嚴重 為甚麼每一次中共的問題 都是去到國家生死存亡的呢 幾個領導人 職位的交接 為甚麼會令到國家可以輕亡 這個問題 在民主國家 是不會發生的 經常換的啦 日本的首相換到 日本的首相換到 密到一年換三個首相 那時候 又不見人家解體 有沒有分裂了幾個國家 本州和九州分開 四國和北海道有不同 有沒有分裂了 沒有分裂了 分開了幾個島都沒有分裂了 火山爆發也沒有分裂了 地殼抹開也沒有分裂了 神戶地震 抹開了 物理上抹開了也不會分裂 為甚麼你講兩講會分裂 為甚麼你這麼脆弱呢 被人講兩講你的組織就會倒閉呢 就會滅亡呢 中國人民就會像敘利亞那樣 是不是很得意氣呀 14億人口 這個組織被人講兩句 就說會分裂國土 就會像敘利亞 原來是如此意氣的 有這個都姑明 現在又說要車臣 要對付車臣 要殺香港人 屠殺十萬香港人 這些我們會問責的 要向中紀委問責的 遲些先招呼他 先去找春橋同志 今天就不是春橋 說回春華 不是春營 是春華 不要搞錯 很多春的 大陸我也不明白為甚麼人那麼喜歡春的 每個都叫甚麼春 好了 春華同志 這位叫胡春華同志 為什麼呢 其實胡春華在很多年之前 是被這個 胡錦濤 隔代陰點 他是做這個中共的接班人 因為 他是60校 也是在團派裏面得到這個 胡錦濤 的食心栽培 一直以來都是想扶持他 去做這個總書記 當然 胡錦濤的算盤是打不響的 因為他是積極扶持的 李克強 也做不成總書記 胡錦濤現在好像是 被軟禁 我們留意到這個兩會 胡錦濤 沒有出來的 其實這次每個元老都沒有出來 應該全部被軟禁 全部被軟禁 收到消息是不同地方軟禁 江澤民在海南島 江澤民有報導稱他在海南島 我們也不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 不是我軟禁 我們收到的消息是每一個領導人都被軟禁 原因就是這群領導人好像說要出來造反 因為怕會變成批鬥大會 兩會變批鬥習近平大會 變成中共以前的7000人大會 到時好像老婆一樣要去檢討一下 自己要過錯 然後退居二線 所以 習近平為了防止這個情形 再出現 他把這些領導人全部軟禁 當時 更加盛傳 這個 朱鎔基也是被軟禁 而是跟軟禁他的 突勤人員發生衝突 嚴重衝突 當然有些很誇張的說法就是 朱鎔基一路之下 跳樓自殺 當然是假的 因為 朱鎔基那麼老應該不夠力跳樓 也可能會有人阻止他 但是 朱鎔基用棺材來帶他 以前的法力現在沒有了 有留我 對著那兩個特勤人 那個特勤人說 李虎官場已經準備好了 你隨時可以回去 我們那些還未有內容 我們先說回胡春華 胡春華 一直以來都是被悉心栽培做總書記 但是由於江澤民 選擇了習近平 之後 將這個團派打了下去 所以 以往 被譽為叫做總書記的這個李克強 只能夠採命當總理 而以往 打算培養他當總理的李元朝 連政治局常委也沒有了 都已經被掃出來 其實 那你連胡春華也進不了常 胡春華進不了常 這個是一個 被禍的方法 因為他 知道習近平 掌握了這個身材大權 也會清除異己 原因是因為孫政才的關係 因為他 早一兩年 孫政才就被人家撞倒了 在重慶 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上被人撞倒了 被人抓了 他就害怕了 下一個輪到我了 因為孫政才 據說是溫家寶培養我們做總理的人才 誰知道 習近平連他也不放過 你想想 當總理也不放過 何況你叫總書記 你想頂我的位置 當然是不讓你做了 所以胡春華醒目了 我還是不要做這個常委了 他拘捕了很多人 郭伯雄 徐才厚 他拘捕孫政才的時候 同時拘捕了國防部長黃鋒輝 基本上是把前朝的人全部清掉 把胡錦濤的勢力 拘捕了 連根拔起 我沒有拔到你 李克強是否拔走 除了李克強拔不走 李克強就是用宗旨表態 所以就是李克強要去擺地攤 你的國家說到天花龍鳳鑽頭要去擺地攤 李克強已經已經 劃出牆 Concogro 因為 大家知道地攤經濟 我們明天會再講ifiers 另外找一節說法地攤經濟 我們明天也會再換一節說法 所以今天要先不的 但是也會先要說支持 但是大家都知道地攤經濟對中國的幫助有多大 明天很有もう 我們講回胡春華oko 雖然我要講胡春華 因為現在是英國的黨內 在 recently 英國的利派對李克強 激起千蟲狼 將一些以往不敢說 不敢反對的人 站出來 所以 團派那方面好像 實現了一個大團結 現在認為 是要討論習近平的接班人問題 這個問題曾經被人禁止了很多次 去年 曾經討論過 習近平的接班人問題 然後就爆出了香港這件事 就被習近平禁止了 藉著香港爆發大革命 所以把這個接班人問題掩著 不准說 現在我們先處理香港問題 即是 五毛 轉而視線 想不到總書記也做了五毛 好了 我們想想 這個胡春華 現在團派 要支持他出來 繼續 擔任這個接班人的職業 另外就是 用李強 即是現在上海市衛書記 配胡春華 胡春華是總書記 李強是總理 那麽這個情況 習近平當然是不老禮的 要有什麽給你團派的人做啊 因為給你團派的人做啊 我便有機會清算我 那麽習近平是很大反彈的 而這次胡春華呢 他是落到梁家河那裏 去做一個考察 梁家河是什麽地方呢 就是習近平當年上山下鄉 即是流放的地方 那裏是很艱苦的 差不多是 一個很貧窮的地方 現在胡春華管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一些 雞毛蒜皮 辛苦的東西來的 什麼貧下 三龍政策 貧貧 這些是非力不討好的 這些是哪裏做的 大陸你也知道 貧貧一定不會貧的 6億人 賺少那一千元 你也知道怎麼會貧啊 越貧越貧 全國都是貧 你怎麼貧呢 沒有的 他那種貧就是 他離開那個市中心 將他們遷復 即是不算的 誇開他們 不算他們 又或者呢 其實這個正確是滅貧 其實他們滅貧的方法 就是將他們 送去 建嚴羅 那就可以真的永久解決這個人的貧窮問題 因為他在生那天也是貧窮的嘛 被你共產黨剝傻 已經削了錢了 你們在那裡吸住他的人民的鮮血 骨髓 什麼都被你吸夠了 他那奸種的土地也被你搶下來蓋樓 那麼不貧窮呢 是不是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要再 去關心這些什麼領導人接班問題 真的很不說 現在那個領導人接班問題 就是習近平在想怎麼繼續做下去的嘛 是的 他的真正接班人也是習近平 沒錯啦 他想告訴你 以後習近平全部寫著的接班人就是習近平 下一任 填了習近平 下三個架都填了他 我就是接班人了 問題就是 矛盾就出來了 現在黨內的元老 即使被人軟感也好 如果元老要強行出來 你難道要開槍打他嗎 你還要找胡椒噴霧噴他嗎 找警罪咬他嗎 傑戰 蛛ואanas combat him 尿得erto 全是 rode de 抑人我們只推他了 好啦 現在 önce 我們認為 其實習近平 是被迫 全是不逃 壞 但是 有機會是垂死掙扎 就像江澤民 當年死拿著軍委主席 那位不放 做多兩年 或者更加長時間 我看他應該不只做多兩年 他的款式是想拼命 拼命捏下去 捏到國家為止 做到死為止 又或者他想他屬意的人繼任 就算他下面那些都叫大哥 你這樣放我上來 你不做 我會被人搞的 我沒有你那麼強硬 我會死的 我幫你做那麼多dirty job 你也知道他做了那麼多壞事 害了那麼多人 是不是 現在討論有機會是 9月10月再開會討論這個接班人 我相信 他下次 的藉口又是在香港 因為每一次討論接班人問題 他就拿香港出來做黨戰牌 就說要搞搞香港 所以我認為 接下來他又會想辦法 又要搞香港 因為他現在沒有其他人可以讓他搞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了 保證聚焦在香港 沒錯 也保證美國 一定會關心香港 沒錯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